唉 為什麼在台灣 最近很多人在下跪 大家記不記得我給你看過一張照片 在殯儀館 好像在高雄吧還是哪裡我忘了 遠遠的 這個長輩的 屍體 要火化了要去火化了 遠遠的送過去 他的家屬應該是晚輩 遠遠的怎麼樣我給你看過大家記得 跪著 跪著 保持很遠的距離 哇那可能有個五六七八公尺啊 因為他染疫嘛 染疫往生嘛所以他只能跪著 好遠距離然後目送 含著眼淚目送他的長輩 去火化 火化完最後一面沒有 遺言沒有交代 連摸摸他的手幫他梳梳頭髮 擦擦臉你都做不到 如果那是你很親密的長輩的話 你上一次見到他 他確診住院 你下次見到他 他是一個骨灰毯 他是一個骨灰毯 所以下跪 他跪的是長輩 跪的也許是政府 可不可以不要讓這樣的悲劇再發生 結果現在呢 又有人來跪政府 但不是家裡有長輩怎麼樣 是因為他真的活不下去 這好像也是高雄啦 來對鋼山一家餐廳的老闆 因為疫情拖垮生計 快過不下去激動下跪 連磕好幾個頭 真的拜託政府救救他們 救他們不是給錢啊 不是說好啦好啦紓困給你十萬 不是 是拜託你讓他們有疫苗可以打 讓我們有疫苗可以打 碰到Delta病毒這種事情的時候 不要想著粉絲太平 都沒事 沒有問題 大家不要怕 而是把人真的揪出來 這我們講了太多次了 我們已經有 這指揮中心你有一次很糟糕的經驗了 你什麼都不做 五月爆發到現在 一發不可收拾 你確定你還想依問Delta病毒 再來下一次嗎 請你記得我們現在 施打疫苗率叫做7.9% 打兩劑的叫做0.2% 一千個人裡面 只有一個人 打了兩劑疫苗 你確定Delta病毒 你們這樣子搞 不會再爆發嗎 來 除了高雄的餐廳之外 大家看太多了 新北一個月到10家補習班 我看這個健身房大概都差不多了 我看可能都差不多了 再這樣繼續下去 馮甲35年海產店收攤 盧州人哭哭 這個今天大家也都在講 還有這個內灣戲院 我在新竹念書 內灣戲院我演唱去 去內灣看螢火蟲 有沒有 旁邊就是內灣戲院 收攤 五老鍋 我爸爸媽媽很愛吃 他養生鍋嘛 也沒了 我其實有時候看這個新聞 我都會有點擔心 會不會看到一個 總是那些朋友開餐廳 比較大的 會不會看到他們也不行了 還是那個也不行了 還是這個也不行了 總是會擔心 可是這樣的事情 每天都在發生 原因只有一個 我們真的沒有疫苗 就算禮拜三要來41萬 就值得你拿來大書特書 這樣大內宣嗎 41萬加我們現在有的 也就五百啊 五百是能怎樣呢 是能救我們什麼呢 來 不只他哭哭 還有我講的雞肉網紅哭哭 雞肉網紅最近很生氣 他挺高嘉瑜 我很欣賞 很棒 真的真的很棒 他罵這個某某人士 超級大綠區 這個 講到很多人這個 想講又不敢講 想罵又不好意思罵的這個 心裡話 超級大綠區 來 我不要講他到處乘聲量 這個發電視場的不對拿掉 我寧願相信 這個王浩議員 他也真的是生意碰到困難了 因為他開這個襪子店 襪子店最近沒生意 所以呢 他找誰幫忙 找他 找他幫忙 好像是韓國瑜 他PO了一個這個臉書嘛 然後就說什麼請大家 什麼留句話 還什麼東西之類的 結果這個 王浩議呢 就跑到臉書下面留言說 韓總 同事被罷免的 都是被罷免的 你講這個襪子要幫你啦 都是被罷免的同路人 最近疫情嚴重 業績不好 有機會幫我推銷一下襪子油 可以寄給您四川感恩 然後我真的還蠻想 這種生意人才會成功 商場無敵人 誰都能夠蹭 我真的不說王浩宇這個議員 浩宇議員他在蹭聲量 我相信他真的需要幫忙 那韓國瑜怎麼回我不知道 其實我今天本來想問你知道嗎 我本來還蠻想傳個簡訊問一下說 這個市長 你有看到王浩宇的留言嗎 你願意幫他推銷跟代言嗎 我本來想問啦 後來想說算了 兵哥有聽說嗎 有聽說市長有什麼回應嗎 沒有 我還蠻想知道的啦 我還蠻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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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認真說齁 這個我是真的蠻需要襪子的啦 真的真的 我跟你講我平常其實不愛穿襪子 我穿球鞋基本上不穿 我腳其實不太會流汗 但我穿西裝一定要穿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對啦前一陣子 以前年輕的時候流行過 我穿那個西裝褲短短的有沒有 露出腳踝這樣 但是以前流行 你看我現在其實對我穿襪子 對我穿襪子 真的 他的襪子蠻高級的 對 而且我只穿黑色的襪子 真的 我剛剛開始有講 這也不思維是一個大家彼此互利嘛 如果 這個韓市長如果沒有要領你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就說 至少他以後會少罵你啦 他沒有罵我們太小咖了啦 我們太小咖了 我們太小咖了 有啦 曾經有說過啦 他感謝就是 我們幫他這個找工作啦 也有酸過一下這個 正常發揮啦 也酸過一下正常發揮 不過我是說真的啦 就是說 我怕我們觀眾不買 觀眾說 正常發揮賣襪子 誰的襪子 王好女的跟你們不買了 不要加入會員 退會員 不然 對不對他異業合作啊 就是這個 加入會員好不好 正常發揮 會員加入 然後這個 買襪子 買二送一 不過我們可能太小咖 我覺得浩宇議員 可能看不上我們啦 不過 各位 我相信他是 不是要趁升量 趁什麼升量 現在靠升量賺不了錢 他被大家認證 就是網軍對不對 沒什麼好賺的 他可能真的是 生意上面 碰到一點困難 碰到一點困難 但我不會叫你去幫他 但如果他真的 跟我們合作的話 可以傳傳看 可以傳傳看 這個 我可不可以請大家幫我 這個 幫我加一一下 如果 我說如果 人家可能看不起我們 我們太小咖了 但如果 真的 有機會這樣合作的話 你們會願意買嗎 加會員 然後 買二送一 或等等之類的優惠 如果會的話 幫我打加一 都說不買 都說不買 來 我覺得王浩宇 故意的 為什麼呢 他前兩個禮拜才說 因為他這樣呼籲一下之後 很多網友都爆買他的 然後業績回升五成 那怎麼這禮拜五成又沒了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人 常常腦袋怪怪的 一下說這個一下說那個 也不知道哪一句話講真 哪一句話講假 三級管制應該都出不了門 所以大家都不穿襪子才可以 所以我必須說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網友預言 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話 你就直接 那個 買中天的廣告 中天下這麼多人看 行啊 對啊 你要開發一些新的族群啊 中天這些族群是 你過去不會買你襪子 所以廣告下一對的地方 你現在這搞不好 開發一些新客戶 那襪子就有地方買了 行 也許我不知道 但是比起網友預言 我更 心疼的是 鋼山老闆啊 其他這些老店 還有康源 是 亮哥一定對康源很有感情 因為我必須講 大家都經營這麼久了 現在期待什麼 什麼時候能夠解封 解封我才有生意做 不是靠你什麼 紓困啊 救濟 那個頂多再多撐一會兒而已 但是我有店出要腳 我有很多員工的薪水要付 我有這麼多的錢要出 我要的是什麼時候能夠復工 你要讓人民看到一個希望 那怎麼看到希望 趕快疫苗進來 趕快把疫情控制住 才能看到希望 不然的話 只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太多人 慢慢活不下去了 你知道 最近一大堆那種攤販 看到我 都問我說賓哥怎麼辦 然後這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啊 怎麼辦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只能希望拜託CDC幫幫忙 防疫真的要用力去做 亮哥有說王浩宇其實有領補助 應該有啦 有啦 他有員工啊 他應該是可以 他可以有紓困的 他有20幾家連鎖店 所以有不少員工啊 好啦 其實事實上大家都是希望能夠解封 對啊 然後能夠正常營業 這些都是有能力的人嘛 好啦 我跟你講我們可能沒希望 因為大家都說不買啦 不買的太多 大家都說不買 不買 然後還有人說 大不了我穿拖鞋出門 怎麼樣不穿襪 穿鞋不穿襪 走路像之鴨 好不好 好啦 這當然是這個柏俊一笑啦 我們也不會真的 我想應該有什麼合作的機會啦 柏俊一笑 請大家還是繼續支持正常發揮 好 多看幾次 包含精華版 跟上中下 好不好 大家晚安 拜拜